安孩去鬼界参加考试 却在半路遇上猎口女 而她毫不犹豫地亲了上去 并且拉出两米半的口水丝 女鬼瞬间羞红了脸 留下剪刀 当作定情信物 僵彻却毫不在意 因为她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而是来这里参加考试 不过她的考试内容 不是简单的数理化 而是来到鬼界完成任务 结果 她刚传送过来 就遇上了猎口女 老师说过 这类女鬼前世被渣男所害 内心极其孤独 渴望温暖 于是她装作深情的样子 亲吻了猎口女 当猎口女跑回家准备嫁长时 江彻赶紧来到黄泉医院集合 因为路上耽搁了 其他考生已经开始任务 大厅里只有一个女鬼护士 她是这里的掌控者 负责给考生安排任务 江彻被分配到四楼照顾病人 护士离开之前 被江彻说道 上一个考生已经被吃了 虽然是个废物 但是很美味 江彻听后 被吓得冷汗直流 什么 不是说好 有一个复活机会吗 随后她小心翼翼来到护士站 根据里面的任务手册得知 四楼一共八个房间 只有四个住着病人 她先是来到了401 门上布满了血手印 为了保险起见 把猎口女的剪刀 拿在手上防身 随过一脚把门踢开 突然一颗脑袋从门上落下 江彻二话不说 拿起剪刀就往上戳 病房瞬间一片死寂 只见病房里有三个病人 一个可爱的粉红萝莉 半边手臂都是骨头的少年 和一个无头女孩 江彻连忙解释 我是新来的护工 这是你的脑袋吧 我这就把剪刀拔出来 她口上这么一说 双手却拿着剪刀用力一般 脑袋咔嚓一声 变成了两半 把身为鬼的萝莉和少年 吓得哇哇大叫 殊不知江彻要的 就是这种效果 只有把他们威慑住 才不会瞎捣乱 至于无头女 更不敢说什么了 拿着自己的脑袋 就是一顿操作 鬼拥有自愈能力 要不了多久 就能完好无损 她接下来来到了402 一打开门 一个没有五官 身材极好的女鬼护士 扑在她的怀里 江彻被吓得了轻了 连忙把她推开 此时 一个倒挂在天花板上的男子 指着床上的婴儿说道 这婴儿要喝奶 他是想让你帮她哄一哄 江彻只好走过去 把婴儿抱在怀里 不哭不哭 哥哥给你讲鬼故事 婴儿却张口说话 讲得不好听 是要被我吃到 还没等到江彻说完一句话 婴儿便张开血盆大口 不好听 还是给我当零食吧 却被江彻用剪刀做了个核酸 你妈没教你 大人说话 小孩不要插嘴吗 婴儿哭着要吃奶 却被剪刀堵住了嘴巴 只因她不是人 而是来自鬼界的妖怪 江彻需要在鬼界存活七天 除了她以外 这里还有几十个同学 他们通过照顾病人获得诡弊 用于购买贩卖机里面的食物 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诡弊 这个人只因受到病人的投诉 就被护士长就地处死 发完工资后 护士长警告所有人 天黑后立马睡觉 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睁开眼睛 否则后果自负 待到护士长离开后 江彻立马到贩卖机前购买食物 不过江彻立马发现不对劲 既然晚上不能睁眼 为什么贩卖机里会有手电筒出售 而且价格高得离谱 需要五百鬼币 难道是跟任务有关 她辛苦一天也才一百鬼币 根本买不起 江彻一时想不明白 回到房间倒头就睡 就在江彻熟睡之际 一只阿飘就出现在她头顶上面 到了第二天早上 集合的同学又少了许多 估计是半夜不听话 睁开了眼睛 就在江彻准备开始第二天工作的时候 笑话突然叫住了她 恳求江彻借她五十鬼币买水 并且还把江彻的手 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说 愿意拿什么交换都行 江彻却想都不想地 直接拒绝了这个极体笑话 就在这时 护士长突然来到大厅 给大家分配起了今天的任务 江彻被安排到照顾403的病人 好在先前从断头女鬼那里的得知 403的病人喜欢吃咖啡加碎玻璃 随后江彻花费五十鬼币 给她制作了一杯玻璃奶盖拿铁 吸血鬼看到后 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喝完后 不仅露出一脸享受的表情 还随手掏出几百鬼币打赏江彻 而江彻拿到鬼币后 毫不犹豫地来到贩卖机前 买下了价值五百鬼币的手电筒 因为这是一件任务道具 可还没来得及看任务 笑话就大喊救命冲了过来 安花向她投怀送抱 却被一巴掌抽飞两米半 因为笑话的左胸口有颗质 眼看被揭穿 女鬼直接扯下伪装 不愧是我看中的猎物 还没等话说完 就被江彻用剪刀刺穿了喉咙 接下来就是长达两分半的惨叫 因为这次解决了闯入医院的恶鬼 护士长额外奖励了江彻几百鬼币 看到这一幕的同学顿时眼红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班长突然发生 任务才到第二天 只剩下这么点同学 如果我们再不合作 可能最后一个都活不下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 先把获得的鬼币凑在一起 用来购买道具 这不是明摆地盯上了 刚刚护士长奖励给自己的鬼币吗 随即江彻便摆了白手表示 班长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回到宿舍后 江彻就立马查看了 手电筒解锁的特殊任务 挑战任务 血液的悲鸣 强光手电筒 能驱散黑夜中的鬼碎 使用实现三个小时 说明任务是在晚上 于是他倒在床上就眯了起来 等他再次睁开眼时已经是半夜 可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 顿时傻了眼 干净整洁的宿舍 瞬间变成了破烂不堪的样子 江彻顿时明白 这才是住院楼真正的样子 随即他打开手电筒 环绕四周 可就在这时 外面却传来阵阵敲门声 江彻好奇地透过猫眼一看 没想到 一个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江彻被吓得连退数米 同时 外面还传来了 类似同学声音的求救声 就当江彻愣出神的时候 外面安静了 门缝却流出一滩血 难道真的有人在外面 可还没等江彻想清楚 就感觉背后透清凉 他猛地转身 用手电筒一照 一个黑色的身影 在强光的照射下慢慢消散 最后只剩下一只手臂 此时任务提示 血液的悲鸣 完成度10% 获得新线索 谁再哭泣 下一秒 整栋大楼就传来女人的哭声 江彻没有贸然出去 因为手电筒的时间 根本不够搜索整栋楼 第二天 他就想从病人口中 打听一点线索 千万不要继续调查 不然护士长会杀了他们 难道这件事和护士长有关 这家医院建立在黄泉路上 里面住的不是梧桐女骨 就是会吃人的鬼影 半夜还会出现女人的哭泣声 而我们的男主江彻 需要在这里生存七天 他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 于是顺着哭声来到了天台 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女人 而是在角落发现了一部手机 当他拿起手机时 系统瞬间提示 获得特殊罪证 血液的悲鸣完成进度50% 看样子是关键限制 江彻被吓得冷汗直冒 他用余光瞟了一眼 发现竟是护士长 难道是调查护士长的事情暴露了吗 于是他将手机塞进裤裆 然后转身的同时 拿出了口猎女的简包 准备与护士长出死一笔 然而护士长只是瞪了一眼江彻 并且警告不要做出任何违规的事情 江彻这才松了一口气 等回到休息室后 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 只见里面只有一段小视频 江彻点开后 脸色瞬间变成青色 因为画面中竟是自己 还拿着一把刀在脸上刮了一下 现实中江彻的脸也跟着出现一道伤口 当他感到惊讶时 视频中的自己竟拿着刀对着脖子 江彻瞬间慌了 这要是刺向自己 现实中的他一样会死 他连忙拿出手电筒向手机照去 顿时从手机里面散发出几道黑烟 江彻连忙丢下手机 幸亏有着手电筒 忽然就要凉了 这时手机里的视频从13秒变成了27秒 应该不是同一个视频 他忍不住好奇地再次点开 视频里一个护士小姐姐正在遭到调写 他全力反抗 但是无济于事 最后遭到病人残忍的非礼 还被拍下视频 视频结尾处护士露出证明 竟是现在的护士长 这个护士被病人强行扑克 还被拍下小视频 最后不堪羞辱选择自杀 死后变成厉鬼回来所命 为了调查凶手 江彻反复观看视频 在17秒的时候发现一个门牌号 1401应该就是案发地点 于是江彻拿着手电来到14楼 刚要推开门 就听到门后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透过门缝看到 竟然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女护士 手中还拿着一把小刀 把江彻吓得冷汗直流 就在他庆幸自己没被发现的时候 脚下似乎被什么东西缠住 低头一看 竟然是一个全是眼睛的怪物 吓得他尖叫出声 赶忙拿着手电照向怪物 怪物被照得灰飞烟灭 可刚刚的动静却把鬼护士吸引过来 江彻立刻把手电照向身后 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于是他转身拔腿就跑 女鬼拿着小刀扔向江彻 他差点被削掉脑袋 眼看前面没路了 只能赌一把 他猛的一下撞开房门 竟然来到了天台 已经无路可逃 就在他感觉马上凉凉的时候 女鬼突然停在了门口 在门口无能咆哮 不敢出来 似乎惧怕什么 在他感到疑惑的时候 身边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穿得脏兮兮的 连双鞋子都没有 确认没啥危险后 江彻带着小女孩来到贩卖机 前买了一大堆零食 江彻趁机忽悠女孩 跟他一起去十四楼 他们一起来到了十四楼 果然有女孩在身边 女鬼再也没有出来过 江彻顺利找到了1401房间 在推开门的瞬间 他立刻捂住女孩眼睛 因为里面的画面极其残忍 一个男人被钉在十字架上 女鬼拿着刀筒向男子的喉咙 发出阵阵惨叫 就在这时男子竟发现了 门风外的江彻 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 拼命大喊 求你了 救救我 结果话还没说完 女鬼拿着小刀一挥 一块新鲜的舌头掉了下来 房间顿时安静了下来 江彻以为男人已经死了 可是下一秒 惊奇地发现 房间的一切发生了重置 男人重新复活 刚刚残忍的画面 就这样反复循环 江彻不想让女孩 看到这恐怖的画面 把她带回了天台 这时系统响起 获得线索哭泣的小女孩 血液的悲鸣完成度70% 就在她下楼回去的时候 撞见了班长 班长手里拿着手电 显然也是开启了任务 跟着线索来到了这里 江彻好心提醒 14楼有危险 班长却以为 他是想独吞任务 只要完成任务 就可以被保送亲大表话 这11楼的同学 纷纷露出惊恐之色 因为他们接到通知 这次的考试难度 竟从FG提升到了一级 据说隔壁班 也出现了一级任务 但是所有同学中 只活下来了一级 还是在那个同学 与鬼秘启定其余 获得鬼灵的前提下 为了活命 同学们纷纷选择退出考试 江彻却坚持留下 要么尚亲大 要么尚亲民 市长给大家安排的任务 竟是给病人打针 同学们听后纷纷害怕 因为稍不注意 就会被那些病人吃掉 而这个任务 对于江彻却是轻而易举 因为他来的第一天 就把这些病人 治得服服贴贴 就在江彻给病人 打完针准备出去的时候 却被班长堵在了门口 请求他帮忙完成打针任务 江彻秉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直接拒绝了班长 可当班长说出 重达250公斤的胖子 上辈子怕是个饿死骨 江彻不敢自己去 于是把这个任务 交给了自己病房的病人 他们一拥而上 病房里瞬间传出 阵阵惨叫声 看得班长目瞪口呆 这难道就是有钱 能使鬼推磨吗 事后江彻通过班长的线索 找到了医院唯一的电梯 按下副四层 那里就是护士长 停时休息的点 江彻一走进电梯 就遇到了一个 肤白貌美的粉霸女 在她的口中得知 副四楼是太平间 里面都是一些 无人认领的的尸体 一到晚上 那些尸体就会跑出来吃人 为了辨认他们 护士长特地给那些病人 手上挂了个红色号码牌 说话间 女人就举起自己的右手 却发现自己的号码牌不见了 原来是被江彻顺走了 就当女人发飙的时候 电梯突然停在了副一层 吓得她连忙按住关门键 可是按了半天还是没有反应 只见一个脑浆外溢的男人 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男人没有天灵盖 脑浆都裸露在外面 竟还能剑步如飞 就在刚才江彻和一个女鬼 乘坐电梯去往太平监视 电梯突然停在了副一楼 原来这个脑瘫也想坐电梯 可这时电梯里的女鬼 却狂按关门键 不想让她上来 就在她庆幸电梯门能关上时 江彻却用手挡住了电梯门 你这鬼真没素质 没看到人家也要坐电梯吗 听到这话女鬼是一脸的乌鱼 那他妈是鬼啊 这时脑瘫鬼也正好跑到电梯口 电梯里的气氛也有点尴尬 江彻见状率先说话 兄弟你能倒立洗头吗 还没等到他回答 电梯又在副二楼停下 只见一个残疾鬼停留在电梯前 艰难地爬进了电梯 而此刻江彻又开始活跃气 兄弟你是怎么上厕所了 不一会电梯又停在了副三层 江彻看见是一个老奶奶 连忙上前将他扶进电梯 而此时的老鬼却在幻想 用什么姿势吃掉江彻 可当他看见电梯里全是鬼秘时 金的假牙都掉了出来 于是江彻又热心肠地把牙捡起来 还给了他 这时女鬼忍无可忍 嚷嚷着要把江彻吃掉 可当他张开脖子上的大嘴将要行动时 一旁的脑瘫鬼一把将他抓住 老子听他叽叽歪歪了半天 怎么可能让你先吃 轮椅上的残疾鬼也连忙复合 要理让残疾鬼懂不懂 突然后面的老鬼给了他一巴掌 要让也要先让老年鬼 吵着吵着四只鬼打了起来 丝毫没有注意到 江彻已经跑了 他顺利地来到了太平间 这是护士长休息的地方 不过护士长现在不在 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就在他环顾四周寻找线索时 却发现书桌上面放着一本书和纸条 这是一本日记 记录着护士长实习的经历 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 直到后来他的老师侵犯了他 他向同事们求助 可他们视而不见 却认为这是他的错 最后护士长忍无可忍 杀光了医院所有人 看完日记后 江彻终于明白 夜晚哭泣的女人就是护士长 可奇怪的是 发出警告 本次诡秘任务临时更改为噩梦模式 这时护士长的身影 突然来到了江彻身后 个护士长是杀人恶魔 杀光了医院的所有人 只因他生前遭到领导侵犯 还被同事污蔑卖身求容 此后化作厉鬼回来复仇 江彻为了寻找任务线索 意外闯入了护士长的房间 发现了这个秘密 却被护士长打了个正找 江彻见状来不及解释 把腿就跑 到了大厅后 他赶紧让同学们退出鬼剑 因为任务难度变成了噩梦模式 今晚护士长就会大开杀戒 其中一个同学下的冷汗直流 立马退出了鬼剑 因为这只是一场考试 没必要为此丢了幸运 班长却坚持留下来 过了今晚就能保送清大北花 最终只有班长校花江彻三人 选择继续考试 他们躲在了一个废弃的房间 等待夜幕的降临 当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时 医院瞬间被笼罩在血色之下 这时护士长准确地找到了 后护士长见三人没有丝毫回忆 变得异常暴躁 下一秒他的背后冒出树根尖刺 身体开始变得扭曲 变成了怪物模样 随后一掌就打破了房门 盯着僵侧三人发出了圣人的声音 找到你们了 随后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手中却多了一把血色匕首 班长见状立马倒在前面 你们先走 我来店后 可就在校花转身的瞬间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倒下去 低头一看 校花的双腿被隔空砍断 与此同时 班长也跑到了校花身边 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上一秒说着断后的班长 下一秒就丢下他跑了出去 倒在地上的校花顿时心生恐惧 大喊救命 可这时匕首却停在了他的上方 护士深夜值班 撞见院长猥亵女病 本想上前阻止 怎料却是羊入虎口 为了事情不被败入 院长连夜提拔女孩为护士 女孩想要揭露一切 同时不但不相信她 反而传出卖身求容的谣言 护士长不堪羞辱选择自杀 此后变成厉鬼杀光了医院所有人 最后一直游荡在黄泉医院 每到夜晚12点 护士长就会化身杀人狂魔 而这次的猎物 就是来鬼界参加考试的江撤三人 就在女孩逃跑的时候 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斜 低头一看 双腿竟被隔空斩断 班长为了活命 丢下女孩一个人跑了 一旁的江撤剑状让女孩立马退出活剑 这只是一场考试 只要退出就能活命 可没等女孩按下退出剑 女鬼就拿起匕首刺入了她的身体 江撤见状不敢回头 拼命往楼顶上跑 班长看到她活了下来 立马解释自己见死不救的余移 她的父亲得了癌症 母亲因此跟别人跑了 就连最爱的爷爷都当场气死 只要赢下这场考试 获得巨额奖金才能救父亲 江撤打断了她的话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只是觉得她死得很不值 考试前她还跟我说过 你家庭条件不好 想帮帮你 班长听后无言以对 心中更加愧疚 可现在不是看你愧疚的时候 江撤连忙走向楼底 因为那里藏着对付护士长的秘密 江撤推开铁门 只见一个女孩在天台等候多时 她立马开心地暴露了江撤 可还没等三人高兴时 女鬼就追了上来 并且全身散发着恐怖的轨迹 江撤眼见打不过 只能选择救赎 于是讲述了护士长 变成杀人狂魔的最终原因 女孩遭到领导侵犯后 无人能帮她伸张正义 反而被污蔑卖身求荣 在众多压力下分裂出两个人格 而这个故事里的女孩就是女孩 王权医院护士长 孙晓晓 女孩撞见院长侵犯女病人 她上前拼命阻止 结果被一同玷污 为了封口 院长连夜提拔女孩为护士长 女孩想要揭露一切 同时不但不相信她 反而传出卖身求荣的谣言 重重压力下 女孩内心逐渐扭曲 分裂出两个不同人格 此时站在江撤面前的 就是杀人魔人格 一旁的小女孩则是善良人格 因为女孩的存在 说明护士长内心深处还是善良的 江撤想通过嘴顿感化她 护士长表情却逐渐扭曲 身体散发出恐怖的鬼气 我不需要你们可怜 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所以你们都去死吧 说着就举起血色匕首 江撤见感化失败 于是假装拿小女孩当做人质 因为他们本身是一体 如果小女孩受伤的话 那么护士长也同样会受伤 还没等江撤说完 班长就从后面给了小女孩一道 为了完成挑战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奖励是我的了 可话还没说完 脖子上就出现一道血 下一秒脑袋和身体分泌 掉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直到死都没有闭上眼睛 江撤推断的没有错 可这把低级诡据根本无法杀死护士长 护士长再次举报 准备结束游戏 可小女孩忍着剧痛挡在了江撤面前 大哥哥说的对 我们都不是罪人 那些人是该死 但需要救赎的是我们 我一直都能感受到 你过得并不快乐 因为我们的情感是相同的 小女孩流下泪水 一把抱住愣在原地的护士长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痛苦下去 这次就请你好好休息一下 说吧小女孩慢慢消失 回到了她体内 护士长的良知 也随着眼泪的掉下被唤醒 血色的天空逐渐消散 护士长也变成了曾经的样子 得到救赎后 她的灵魂也消失在诡秘世界 一旁的江撤长叹一口气 差点就被班长给坑死了 这时系统传来提示 恭喜完成挑战任务 奖励发放后将会传送到现实世界 此时她突然从怀中 掏出一双小鞋子 这是之前攒钱给小女孩买的 结果忘记送了 好像以后也没机会 人拥有一双漂亮的玉卷 也拥有一副傲人的身材 可偏偏没有脑袋 在江撤嘴皮子的功夫下 护士长终于放下50年前的恩怨 变成了最初的样子 得到救赎后的 她化作碎片消散在了鬼秘世界 而通关后的江撤 不仅获得了50鬼秘 还得到了丰富的奖励 一个精致的骨灰盒 在鬼秘世界中打开 可以获得任务相关道具 一个医疗箱 存放了不少急救药剂 还有一套血色护工夫 穿上后可以伪装成鬼秘 就在江撤收好奖励 准备发动传送时 监考系统突然发出警报 传送系统受到干扰 正在前往未知空间 江撤有些手足无措 课本上可没说会发生这些 下一秒江撤就被传送到 一个陌生的环境 只见面前耸立着一座高塔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诸天监狱 随后大门竟然自动打开 江撤小心地探出头 不会有什么现象的 只见里面是一座牢房 中央还有一个螺旋楼梯 就在这时 耳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欢迎进入诸天监狱 诸天监狱所属人江撤 下一秒数到金光涌入他的体面 闭上眼睛后能感知这里的一切 仿佛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中 这时在监狱的一侧 传来锁链的碰撞声 于是他跟着声音来到了另一层 不知江撤看到了什么 突然小脸一红 牢房的无头鹰煞小脸 实力比护士长还要恐怖 作为监狱的掌控者 江撤可以获得他的部分能力 为了拉近关系 于是江撤开始各种花言巧语 送奶茶小吃帅哥 结果对方却不为所动 可当江撤说了句 要不我带你出去透透风 小脸顿时激动起来 露出兴奋的表情包 人被笑花当众表白 可他想都不想直接拒绝 只因笑花是个蛇仙女人 杀光了班上所有人 原来江撤通关了 噩梦级别的挑战 获得了诸天监狱的掌控权 而监狱里关押着一只 名为小脸的无头鹰 江撤为了获得他的部分能力 提出带他出去逛一逛的想法 听到这话的小脸 瞬间对他产生了无点好感 江撤想趁热打体 只要你听我的话 我可以帮你一起找脑袋 文言小脸顿时大怒 区区人类罢了 本小姐只需要动一动手指 说罢小脸四周出现 树根蓝色锁链 可还没碰到江撤就瞬间断裂 看到这一幕的小脸 顿时是一脸疑惑 一旁的江撤得意说道 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现在的情况 话音刚落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卷契约书 随后将它扔在了小脸面前 在这里你有两个选择 一是签订契约成为我的规定 二是拒绝 然后去死 小脸拿起契约书翻阅了起 可看到第八条规定时 气得身体不由地颤抖起来 就准备把契约书撕掉 可他意外看到了江撤写的最后一条规定 作为主人 江撤必须帮助小脸找回脑袋 小脸立马变得安分了 做完这一切的江撤 被传送到了现实世界 在教室里等待的老师们纷纷惊讶 更是一窝蜂地围上来 秃头校长拉着江撤的手说道 完成了噩梦模式 你就是我们学校的希望之光 此时站在门口的叶青瑶开口道 江同学 能出来和我聊几句吗 恭喜你啊 完成了挑战任务 而且还是噩梦模式 江撤为了不暴露小脸和诸天监狱的事 敷衍了几句 那也比不上你 你可是签订了一只鬼灵 可叶青瑶一眼就看出江撤也同样拥有鬼灵 文言江撤不知道怎么解释 小蠻突然出现 你不知道吗 签订契约后 鬼灵之间可以相互感应 而这时江撤是一脸无奈 本来还想蒙混过关 此时叶青瑶问江撤给了鬼灵多少共银 听到这话的江撤是一脸 啥共银 李笑笑和李家豪都是你杀的吗 都是契约准别装了 你以为我们班的是三个人时怎么死 文言江撤是眉头紧皱 原来他们是被你当作祭品 而叶青瑶表示这些都无所谓 并拿出手机添加了江撤的联系方式 很快就到第二天 学校举行了毕业别舞 此时江撤一身帅气地抵达现场 本以为会被通报加紧 可令他出乎意料的是 学校刻意隐藏了每个同学的成绩 此时一道身影来到江撤面前 江同学 我能坐你旁边吗 这个学校的毕业典礼有多恐怖 就在校长讲话的时候 头顶上突然出现数百只白衣恶骨 同学们被吓得仓皇逃窜 而我们的男主江撤却是一脸淡定 因为他的反射弧太长了 压根没有反应过来 因此还被一个白发男人所欣赏 还不停地对他抛出媚眼 原来这个男人名叫周勇 来自鬼秘调查局 刚才大家看见的场景 是他体内鬼灵所施展的幻术 江撤从一旁的叶青瑶口中得知 这还是鬼秘调查局 第一次出现在一个高校毕业典礼上 江撤思考了片刻 难道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这时周勇突然让大家安静下来 并讲述了两个鬼秘杀人的案例 鬼力121年9月23日 山城小区的居民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而他们的人皮被做成衣服 挂在自家阳台上 鬼力122年3月13日 魔独游乐场小丑碎尸事件 直接导致144名人员死亡 我们可以进入鬼秘世界 但里面的东西同样已能过来 因此进行一次鬼秘挑战是多么的重的 所以我这次来的目的也很简单 那就是再进行一次鬼秘挑战 当然不想参加的人现在可以离开 顿时引得台下同学一路 聚上一次结束才几天 谁还想去那个鬼地方 随后同学们纷纷起身逃离现场 此时江彻却是一脸阴沉 一动不动 原来他是被小男使用力量强行按在了座位上 你说好帮我找脑袋的 误会鬼秘世界你怎么帮我找 难道给我花大饼吗 随后周勇便按下传送装置 江彻再一次开始了观众们期待已久的鬼秘挑战 碎骨高校片正式启动 再来了 江彻又开始了新的鬼秘挑战 这次的任务是参加碎骨高校五天后的期末考试 他们作为插班生被传送到这 班主任让他们逐个自我介绍 第一个上去的是一个紫菜 大家好 我叫王德发 今年18 喜欢唱跳rub和篮球 平时喜欢吃鸡 压枪技术贼六 说完就想走下讲台 结果班主任化身成水果人质 把他脑袋削成两半 鲜血见了江彻一脸 果然没有这么简单 原来班主任喜欢有趣的学生 不去的都会被杀掉 第二个上来的是江彻 大家好 我是江彻 今年18 从小就能独立呼吸 一边说还一边脱衣服 刚开始同学们没有丝毫感觉 可当他脱光衣服露出自己的八块伏击时 同学们纷纷激动了起来 大喊江彻牛13 一激动 江彻准备把裤子也给脱点 一旁的班主任连忙阻止 虽然他也很想看 但他更怕因为不良风气被校长追着他 第三个上来的是叶青瑶 直见他一把将班主任的脑袋按在桌子里 我叫叶青瑶 今年刚满六岁 三岁石拳打南山进老院 脚踢北海幼儿园 班主任把脑袋从桌子里拔出来 不错不错 这位同学请就做 王德发同学请你再来一次 原来这次挑战每个人都拥有一次不过机会 可他想了半天 最后憋出来一句 我喜欢吃香 才勉强过关 殊不知碎骨高效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当中午他们来到食堂吃饭时 却发现这里的食物不是眼珠子 就是人妖子 他们实在不敢吃这些 就早早地回到了宿舍 进了宿舍后 江彻发现室友床上摆放的一套女装 感谢老天爷 竟然能和可爱妹子一起同居 可就在这时 江彻身后出现一道人影 原来是男生宿舍的宿舍 江彻得知碎骨高效是男女混起 只需注意一件事 那就是别把肚子给搞大 宿舍临走前警告江彻晚上乖乖睡觉 不然很危险 这话江彻好像在哪里听到的 宿舍走后 江彻发现桌上有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 是室友的留言 新室友你好 要是吃不惯食堂的饭菜 能开出任务相关的道具 这次开出了四件物品 蝴蝶发夹 颜色杂质 黑色水柄和通行证 江彻拿着杂质说道 都有可爱妹子作为室友 还要这玩意干啥 目前看来只有通行证有用 可以自由出入校母 出去看看 没准能触发什么隐藏任务 结果他刚出宿舍就碰见了叶清瑶 他从班主任的口中 得知附近有一个废弃宿舍 说不定跟任务有关 并邀请江彻一同前往 小蛮却提醒江彻 叶清瑶的目的不存 不要跟他走得太紧 可江彻不会放弃这难得的机会 于是决定跟上去看看 等到了废弃宿舍楼后 两人找了四五楼 并没有发现什么诡异的人 更别说线索了 这时叶清瑶提议分开行动 江彻果断拒绝 因为恐怖片里分开行动必出事 于是两人继续向上搜查 到了最后一层时 终于发现了什么 下面明明破败不差 而这一层却很干净 好像被人打扫过 叶清瑶直接走到了最后一层 六一四房间面前 当他准备打开房门时 耳边就传来一阵铃铛的声音 下一秒 走廊里的灯也随之亮起红光 原来安静的宿舍门 传来猛烈的敲门声 叶清瑶见状丢下 江彻把土就跑 可江彻慢了一步 被漆黑的怪手挡住了去了 小蛮立即实体化 召唤出锁链挡在江彻面前 此时江彻似乎明白了什么 一把抓住小蛮的手 一起冲进了六一四房间 小蛮急忙大喊 狗男人 不要命 可是映入他们眼帘的 却是一副纯洁如初的画面 只见一个貌似初恋的女孩 站在窗底 是一个废弃已久的宿舍 里面却住着一个清纯蒙媚 江彻和叶清瑶前去寻找任务线 却遇到鬼手挡住去了 叶清瑶丢下江彻把腿就跑 江彻迫不得已闯入六一四房间 本以为里面也有鬼秘 但是映入眼帘的 却是一个漂亮妹子 正在看疑惑妹子 是人是鬼的时候 外面无数只鬼手 正疯狂砸门 意识到不妙的江彻 拉着妹子就要离开 可刚触碰到妹子时 她就化作蝴蝶飞到窗外去 这时系统弹出提示 获得线索一难评 解锁挑战任务重口说惊 可这时鬼手已经捅破房门 小满眼见撑不住 于是迅速拎起江彻 把她抱在环野 随后纵身一跃 把江彻吓得疯狂大叫 落地后更是吐了一地 这时叶清瑶递来手帕 并且询问江彻是否找到限制 闻言江彻一把江手帕 还给叶清瑶 头也不回直接就走 这时叶清瑶说出 用十万美金买下限制时 江彻转身怒斥 大家各凭本事拿到的限制 你休想用金钱来侮辱我 当她话音刚落 叶清瑶直接将筹码 换成了二十万欧元 下一秒江彻瞬间便领答应 告诉她线索在614房间 里面有个萌妹子 不过现在里面全是触手鬼灵 随后便转身回宿舍休息 而这时叶清瑶的鬼灵突然出现 并让她把江彻作为食物献祭给自己 叶清瑶表示很快就有机会 因为她也想把江彻体内的鬼灵 交给父亲做研究 殊不知眼前吊耳郎当的江彻 心里藏着108个心眼 到了第二天 江彻拿着书包来到教室 可发现叶清瑶一晚未归 他不会为了找线索 打在宿舍楼了吧 此时江彻看到眼前正在亲热的同学 心想昨晚那个女生一难平 难道是被扎了吗 随即便向一旁的同学 打听614的警告 可他却警告江彻 什么事都打听只会害了你自己 可当江彻转过头时 被眼前一目惊呆了 全部同学转过脖子 阴森森地盯着江彻 江彻这才知道 提出这个问题就如同在雷区蹦迷 这时老师突然出现 江彻仿佛看到了救星 全体起立 向老师问好 同学们是一脸猛逼 这不该是班长的事情了 随后转过身去 全部起立向老师问好 江彻这才逃过一级 由于班级得到校长表达 作为奖励 今天有大家最爱的实验环节 随后 老师从怀中拿出一瓶药水 既然是实验课 那么老师需要几位同学上来协助 江彻突然有了不好的感觉 刚才有位同学带领大家 向老师问好 就由这位同学和科代表 一起来帮老师吧 于是江彻很不情愿地来到讲台 老师要求他们把药水喝 并说出有什么感觉 科代表拿起瓶子一饮而击 怪不得你小子能当上科代表 下一秒他的身体开始融化 紧接着变成一滩肉泥 报告老师 有点酸甜 老师笑眯眯地拖着脸 酸甜口味吗 看来还得改进一下味道 随后看向江彻 这位同学 你不想赶快喝一口尝尝看吗 江彻拿着瓶子冷汗直冒 这个同学只因喝了老师给的一瓶饮料 下一秒身体竟然开始融化 紧接着变成一滩肉泥 报告老师 酸甜口味 老师笑眯眯地拖着脸 酸甜口味吗 看来还得改进一下味道 随后看向江彻 这位同学 你不想赶快喝一口尝尝味道吗 江彻拿着瓶子冷汗直流 在屏幕前都能闻到里面散发出来的味道 老师阴沉地看着江彻 你不想喝吗 怎么会呢 这么好的东西给我 实在是太浪费了 下一秒江彻拿着瓶子 就往这个倒霉蛋嘴里挂 看来你比我更想喝 还是给你吧 这番操作看的老师也是一脸猛 希望大家都向江彻同学学习 相互谦让也是一种美德 下课后他无精打采地来到食堂 被眼前一目惊呆了 其他来鬼迷世界参加考试的同学 都已经饿趴在了桌子上 这时叶青瑶突然出现 他表示人在只喝水不进食的情况下 饿个几天是不会死的 实在吃不下食堂里的东西 大不了就饿着 反正挑战只有五天而已 这时一旁的同学反驳道 说得倒容易 饿五天在现实世界里都受不了 更别提现在我们身处危险的鬼迷世界 说完他便不堪压力独自离开 另外两名同学解释 他可能是肚子太饿了 心情不好 借着寻找食物的理由也走 走着走着就开始想念家的味道 突然叶青瑶盯着江澈 我不得不承认你的实力 也正是如此 我想和你展开一些深度合作 你想不想谈谈 这时小蛮突然出现 并警告江澈 叶青瑶表面和善 但是此刻自己能感受到他和他的鬼 充满了恶意 随即江澈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感情 既然我们都找到了线索 等有了新线索在谈了 随后起身离开食堂 可他实在想不到 为什么叶青瑶会对自己有这么大 而且他不来上课竟然没事 这些老师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 突然小蛮很开心的样子 难得这次你这么听去 今天要去调查吗 出发出发 正在他思考这次挑战将如何进行的时候 系统弹出提示 无头鹰煞小蛮好感度38 达到一定程度时 可抽取他的一些能力 回过神的僵侧这才想起 之前答应小蛮找回脑袋的事 还没陪他完成呢 于是转身对小蛮说 今天不调查了 我们干点别的 不是答应要陪你去学校外面逛逛吗 顺便找一找脑袋的线索 现在就出发 在鬼界第一次穿女装 不仅感觉胯下阵阵阴风 还被骑摩托路过的女鬼看上 成功搭上他的顺风车 就在刚刚 江彻答应小蛮出去帮他找脑袋的线索 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穿上从皇权医院获得的血色护工具 穿上后可以伪装成鬼女 可谁知道这衣服竟是女款 小蛮看见后笑得何不拢嘴 江彻转头呵斥 还不是为了你 你可得保护好我 因为出了任务场景 复活次数将会失效 文言小蛮只是白白手 放心吧 你的命就是我的命 你蛮解靠的主 对了 你身上有鬼壁吗 咱们先打车去天地上行 小蛮见江彻无动于衷 下一秒就自己上手 从江彻衣服里面 姑娘家家怎么动手动脚 我自己拿 你别乱摸 忽然一辆摩托停在他们面前 就当江彻还以为是摩托师傅的时候 抬头一看 竟然是被自己抢吻的裂扣 怎么会是他 小烈看着江彻也是一脸不过 难道这家伙性取向变了 此时两人曾想过 无数种同同的场景 却唯独没想到会是这种画面 随后江彻便搭上了 小烈的顺风车 江彻尴尬地询问 小烈是去兜风骂 而知他是人肉吃多了 去黄泉医院拿点注消化的 整得江彻一脸无语 上次对你做了不可描述的事 实在不好意思 另外感谢你的剪刀 挺顺手的 文言小烈顿石器不打一处 一个急杀停住摩托车 摘下头盔立刻让江彻下车 然后边踢边骂 亏你还有脸说 用剪刀的时候就是想不到我是吧 你知道我在家等了你多少天吗 亲了就不认账了 你这个畜生 江彻连忙解释 等一下 你也没告诉我你家地址 文言小烈有点尴尬 小脸立刻红了起来 上车 这次先饶过你 下不为例 随后他们顺利抵达目的地 违密世界唯一的交易场所 天地上行 这时江彻转头看了一眼后方 小烈也想起同伴对他说话 小烈 你是知道 我们本就是渣男的产 但并不代表不能谈恋爱 只是绝不允许与人类相处 或者联姻 因为我们是鬼秘 回过神来的小烈 才开口询问江彻的 他脸上带着笑容轻声的 我叫江彻 于是小烈将头上的发簪取向 有点哽咽地说道 江彻 就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留个心物道个别吧 随后便骑着摩托走了 那个发簪 关键时候会救你一命 希望你永远也不会用到 然后慢慢地消失在视野之中 江彻把发簪放在安全的地方之后 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的前台 居然也是一个人 请问大人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就在江彻一货这里 为什么会有人类时 男人突然跪下 对不起 现在伤会人手不担 只能让我这个人类为你服 还请大人不要责怪 江彻顿时明白了 这是来到别人的鬼秘挑战场景 于是他上前伸手 想要将男人拉起来 忽然他的脑袋瞬间爆炸 鲜血喷了江彻一脸 只见一个鬼秘 正在清理手上的血泥 没用的东西 连招呼客人都不会 而此时的江彻 已经对暴头毫无感觉 这时鬼秘似乎闻到了什么 这位先生 你身上好像有股很重的人类气息 江彻顿时被吓得呆 坏了 难道是我的圣气太子 暴露了吗 这是一所开在鬼界的商行 然而里面的前台却是人类 不要服务不好 就会被当场暴头 江彻穿着可以隐藏 人类气息的衣服来到这 可不料却被这里的鬼秘发现端倪 就当江彻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小蛮却表示交给自己就行 随后变成灵魂体 商行就是这样对待VAP客户的吗 这番操作搞得鬼秘有点猛逼 江彻见状说出一串账号秘密 鬼秘瞬间变得恭敬 原来是您 请问有什么帮助您的吗 还没等他说完 江彻就向里面走去 既然认出来了 还不快点给我把东西拿来 原来是小蛮之前托人寻找脑袋 找到后会存放此处 当鬼秘将存放的盒子拿过来时 小蛮便迫不及待地想去看自己的票的方法 可当他打开箱子时 却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 小蛮这才明白原来是那个人放弃了我 随后伤心地带着江彻想要离开 江彻怕小蛮受不了打击 于是非常认真地说道 你忘了 我答应过必须帮你找回脑袋 这不是还有我吗 此话一出 小蛮对江彻的好感度瞬间飙升 随后他回头抱住了江彻 此时好感度也来到了七十 突然江彻的眼前出现一个大转盘 原来是小蛮的好感度达到要求 他也获得了一次抽取能力的机会 突然转盘咔咔咔地转 指针停到了精神强化这一轮 该技能可以降低受到外界的精神影响 同时提高精神攻击能力 随后他们坐上车子准备回血下 正当两人在商量后续如何找脑袋时 车租车一个急杀停了下来 江彻连忙询问司机为什么停车 下一秒司机转过身露出吃人的表情 那当然是因为我要吃饭了 话还没说完就迫不及待向江彻扑去 然而却被小蛮一拳打了回去 原来这只鬼秘拥有看穿一切事物的能力 于是小蛮将怒火全部发泄到了他的身上 打得他连忙求饶 并表示自己以后改吃素 可小蛮这时什么都听不进去 单手将他的脑袋抓起 二话不说直接捏爆 江彻见状看向一旁的出租车 小心翼翼地对小蛮说道 蛮姐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你把司机给攒了 我们现在怎么回去 最后当江彻走回宿舍时 双腿已经软得像面条了 随后直接倒在床上 可这时他却发现床下有动静 他弯下头一看 居然是一个萌妹子躲在床下 吓得江彻瞬间从床上跳到了地面 而妹子突然捂住江彻的嘴巴 说道 小声点 也把指导员吵醒了 可这时宿舍门却被打开 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门外 只见宿管来到他们门前 突然他的脖子咔嚓一声 变成了酒声 熄灯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睡觉 这是一个诡异的宿舍 晚上熄灯后不睡觉 就会被宿管吃掉 江彻从学校外面回来时 却发现床下藏着一个漂亮妹子 吓得他瞬间从床上跳到了地面 而妹子突然捂住江彻的嘴巴 说道 小声点 也把指导员吵醒了 可这时宿舍门却被打开 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门外 只见宿管来到他们门前 突然他的脖子咔嚓一声变成90度 熄灯了 你们为什么还不睡觉 妹子见状立马又躲回床下 江彻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并且拿着猎口女的剪刀防身 随后站起身来解释道 那个 其实我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在外面跟怪兽大战了三百回合 最后突然想起 我得赶在西灯前回到宿舍休息 所以我凭借这股力量 瞬间打败了怪兽 可没想到回来还是晚了 闻言宿管留着哈喇子迟疑的骗子 就在江彻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时 下一秒宿管就张开大嘴哭的管 吓得江彻连忙用剪刀抵倒 这时小蛮突然出现 问江彻是否需要借助他的力量 而江彻直接拒绝 随后一脚将宿管踢飞两米半 要是什么都依靠小蛮 那我以后还怎么在鬼秘世界混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一集鬼秘还挺难对付 老子跟你拼了 说完抄起剪刀就向宿管扎去 经过长达两分半的战斗后 江彻已经遍体鳞伤了 然而宿管却是毫发无损 反而越打越精神 原来这是宿管的地盘 他居然有buff加成 但是江彻似乎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 就当宿管再次冲过来时 他从兜里拿出一本杂志 打开后直接怼在宿管脸上 他瞬间被里面的美女画面吸引 竟然是苍老师的杂志 而且还是独家珍藏版 随后宿管收起杂志 假装镇定地说道 现在老是相信你了 看来江彻同学是从怪物手里夺回宝负 这才回来晚了 说完他就立马跑回宿舍去 原来这本杂志是江彻从骨龟河里开出来 果然全都是有用的道具 见宿管走后 妹子也从床下爬了出来 随后从抽屉里拿出很多临时感激江彻 这时系统突然弹出提示 看来小姑娘是个乐于助人的孩子 可是现在姐姐出事了 大家都变得有些怕了 江彻瞬间大吃一惊 难不成六楼那个萌妹就是她姐姐 搞了半天我的室友是个NPC 于是江彻就想从她口中寻找现实 而妹子却让她去废弃宿舍楼的六楼女厕所看 到了那里什么都明白了 而在现实世界这边 周勇正悠哉悠哉地吃着火锅 和一旁的校长很是担心 提议解开推出限制 要是孩子们出了什么事 那就跟故意杀人没什么区别 周勇解释道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不是我要强制他们在里面待两天 而是鬼石装置已经出现了无法修复的问题 所以最近鬼秘事件频繁发生 前几天我们是就出现了一个代号 无限恐惧的鬼秘 它可以通过人们心中的恐惧来提升力量 明明只是一个D级鬼秘 却杀死了我们两个C级的挑战者 而C级以下更是死伤无数 我虽然读书少 讲不出什么大道理 但我知道一句话 天下新王 匹夫有责 突然周勇的助手推开门说道 老周刚收到来自队长的消息 无限恐惧朝学校这边袭来了 这是一个诡异的洋娃娃 不仅能像人一样活过来 而且还可以让所有鬼怪感到害怕 只因它的主人是一个含冤而死的女 江车为了调查真相 带着洋娃娃来到废弃宿舍楼 可刚走到六楼 她就感觉脑袋一阵刺痛 小蛮连忙上去关心 难道是遇到了精神入侵 有些诡秘可以通过精神影响 将精神力弱的人拉入另一个空间 在小蛮的一阵讲解后 江车的脑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这时小蛮才感觉不对劲 飞到江车面前质问 你小子是不是精神力变强了 显然抽取小蛮能力的这件事 她自己并不知情 就在江车得意的时候 洋娃娃突然活了过来 静止向前面跑去 随后江车跟着她来到六楼的女厕所 可刚踏进厕所 她就惊得愣在原地 只听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 她赶忙凑在门上一听 竟然是人的呼吸 这时江车也猜出来 应该是背着自己来调查线索的其他人 随即猛的一脚将门踢开 可眼前一幕让她瞬间瞪大了眼睛 只见王德发一身血迹的躲在里面 嘴里还念叨 不要杀我 我什么都没看见 江车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刚碰到她 王德发就赶忙蜷缩在角落 似乎精神已经完全崩溃 见状江车立马从医疗盒里 拿出两针药剂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随即扒下她的裤子扎了上去 果然鬼秘世界的东西就是好了 使用后立马见效 恢复神志后的王德发 看见江车就把她抱住 并开始解释自己的伤如何而来 原来他们一旁的隔间里 有很可怕的东西 但是她的伤是因为 其他几个同学互相残杀 王德发看见后就躲在这个厕所里 结果当看见一旁隔间里的东西后 就变成了这样 说完系统就弹出提示 本次挑战已满两天 退出功能生效 王德发看见后立马选择退出 离开前对江车说道 撤爹 你一定要小心 他们没一个好东西 我在外面等你回来 说完就消失在江车面前 然而此时小蛮却让他先看看外面 下一秒 所有鬼怪都出现在厕所里 但似乎他们并没有攻击江车的意思 反而表现得有些害怕 突然洋娃娃从一个死角里跑了出来 鬼怪看见他后立马被吓死 看来这个洋娃娃是个关键道具 不过他似乎一直盯着最里面的隔间 根据王德发之前崩溃的反应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可当他握住门把手即将打开时 下一秒却感到一丝的不安 连忙把裂口女的剪刀拿在手上防身 并将门一把推开 当江车的眼神向下看去时 突然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只见两只鬼鹰躺在厕所里 而且身上布满了血迹 似乎是被强行切掉 旗带后扔在这里 女孩在学校意外怀孕 遭到同学的议论 说出各种不堪入耳的传言 最后不堪羞辱 选择自杀 此后杀光了学校的所有人 并在厕所生下两只鬼鹰 活人一旦触碰到他们 就会变得神志不清 立马疯掉 于是江车准备用剪刀帮他们抄 正准备动手时 杨娃娃就用手抚摸他们的脑 原来这个杨娃娃是女孩生前的物品 再代替她完成作为一个母亲的侄子 过了一会儿 鬼鹰就张开嘴巴将她咬住 江车顿时感到惊讶 难道这孩子是到摩牙期了 这时厕所一旁的鬼蜜开始焦头接耳 他们伸出长舌 在议论女孩生前怀孕的事情 言语之间都是嘲笑和咒骂 江车也发现他们的舌头上刻着字 于是他随便拉了一个鬼蜜出来 将她的舌头搁下来查看 上面写着女孩跟一个人有个特别的关系 但是那人的名字却被明确了 江车忽然明白 为什么这次的挑战任务叫重口说惊 重口说惊 机会消毒 祝小月是被同学们一句一句说死 此时杨娃娃已经被咬碎了一大半 周围上百只鬼蜜都隐隐有点躁动的记性 如今保命符被砍了稀烂 再不走恐怕就没时间了 她一把将杨娃娃抢过来 火急火燎地来到了614房间 原本以为还能看到祝小月 结果寝室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不过墙上却写着几行触目惊心的血字 你们都是凶手 触手全部都该死 果然这跟江车猜想的基本一致 祝小月是被同学说死 突然祝小月的声音在整栋楼内响起 与此同时 外面也传来了鬼哭狼嚎的声音 江车出去查看 竟然是那些鬼蜜 一个个都像是疯了一样的朝这边冲来 但是江车这次并没有逃跑 因为小蛮说过这些鬼蜜擅长的是精神攻击 区区肉搏 江车并不惧怕他们 挥动剪刀就将一只鬼蜜削成两半 只要集中精力 不被精神入侵 解决他们就是一刀一刀 很快江车就杀出了宿舍龙 不过他也因为精神虚弱 重重摔在地上 小蛮连忙上去夸赞 并表示对江车有了新的认识 与此同时 耳边也响起了任务提示音 获得特殊线索 厕所中的死音被划掉的名字 祝小月的怨念 虽然这次挑战任务没有进度显示 但剩下的时间足够完成了 江车顿时松了口气 突然身后传来鬼蜜的吼叫声 原来是叶青瑶 因为鬼蜜突然暴走 他迫不得已才跑了出来 这时他也发现了趴在地上的江车 而在另一边 王德发也顺利回到现实世界 但是令他惊讶的是 学校到处充满着血迹 一个人都没有 突然周勇从后面捂住他的子 示意他不要出声 原来学校遭到了鬼蜜入侵 惯性的是老师和同学都很安全 不过周勇需要待在学校 接应其他还没退出的同学 于是他让王德发去找自己的助手 表示他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突然王德发在周勇身后 看见了恐怖的东西 一只鬼蜜赫然出现在身后 看似表面和善的笑话 实际上却是杀人恶魔 开学第一天就把老师 按在桌上摩擦 只因江车不肯给他抄作业 叶青瑶就恼羞成怒 立刻与体内的鬼灵融合 想要杀了他 既然你不肯配他 那就只能去死 江车赶忙拿出剪刀抵挡 复身在我体内的可是一级鬼 你根本没有胜存 说完拿着血刃再次冲了过来 下一秒江车的头发变成金色 不就是鬼灵附身吗 又不是只有你回来 随即砰的一声 轻松将他踢了回去 因为叶青瑶认为 江车的鬼灵只是残刺笔 所以才敢这么早就暴露眼睛 可当血刃刺中江车的额头时 只是对他造成了轻微的皮外伤 叶青瑶顿时差异 怎么会这样 血刃鬼可是一击鬼灵 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差距了 砰的一声 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 叶青瑶瞬间口吐鲜血 五脏六腑都被震碎 他身后的鬼灵瞬间意识到 小蛮起码是地鸡一声 原来是小蛮刻意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叶青瑶起身想要逃跑 只见江车小手一挥 召唤出树根锁链 将叶青瑶捆住 他立刻跪地求饶 并拿出两百万作为打血 导火索一旦被点了 就不是你想停就能停了 叶青瑶立刻激动起来 我家还有各种珍藏宝物 只要你让我完成这次挑战 都可以给你 还没等他说完 江车就凑了过来 行了 闭嘴吧 我可以放了你 如果还有下次 就不是让你退出这么简单 听到这话 叶青瑶立刻将自己的脖子掰断 退出了挑战 小蛮顿时气负 为什么要放过他 江车白手表示 走了 他嘎得这么痛快 肯定不止一次复活机会 而且作为鬼运世家 他肯定还有其他手 真拼个你死我活法不好 还是先回去准备 接下来的期末考试吧 等江车走后 碎骨高效的谷老师 到了第二天 为了缓解同学们的考试压力 将他们组织到体育馆举办活动 果然叶青瑶不死心 又回到了挑战场景 这时学校的校长 开始宣布本次活动内容 各位同学 应该都玩过猫抓老鼠的游戏 有眼前的两位老师 和暂时为到场的 捕老师当猫 而你们则来扮演老鼠 铃声响起则为开始 直到下午放学为止 你们有15分钟的躲藏时间 咬线优异者可以考试加分 但是如果被抓住的话 可是会被吃掉的话 这时系统弹出提示 获得支线任务猫抓老鼠 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 两位老师就迫不及待开始了游戏 而现实世界这边也不平静 周勇发现身后的鬼秘后 立刻拿刀抵挡 引接着挥刀砍向鬼秘 却被轻松躲开 就在这时 另一只鬼秘从后面偷袭 将周勇的武器打落在地 顺势将它牢牢锁住 白衣鬼也趁机朝着王德发扑局 幸好周勇立刻摆脱控制 挡在了王德发面前 但是自己却被立爪刺穿了身体 怪不得这几次袭击的对象 都是学生 原来这就是你们的目的 我泱泱大下 一撇一纳都是希望 只要我还活着 就别想动这些孩子一根毛发 这时王德发探向旁边的大刀 一向胆小了他 今天也站了起来 我也要像彻哥那样 保护学校的所有人 这个男人竟然要求同学 将自己塞进马桶 因为他们在玩一场 捕猫猫的游戏 只要被抓住 就会当场死亡 江彻选择了躲在教室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但是没过多久 班主任就拿着电锯走进来 难道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紧接着电锯的轰铃声 出现在头顶 江彻本想逃跑 可班主任却披向了旁边的桌子 客桌发出惨叫 变得四分五裂 原来这是学生变的 逃过一劫的江彻 立马走出教室 选择其他地方 刚走一会突然尿急 可当他走进厕所时 竟然碰见了 躲在这里的如花同学 他让江彻把自己塞进马桶 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 作为答谢 他告诉江彻躲在四楼的废弃 教室绝对安全 那里曾经是祝小月的教室 背下了诅咒 进去的老师和同学都会死 但江彻是转校上 应该没事 当江彻来到四楼时 却碰见了叶青瑶 原来他一路跟着江彻 想跟他合作 江彻认为他体内的鬼灵 够不成威胁 就没说什么 一起来到了祝小月的教室 当江彻推开门后 却发现教室里坐满了学生 正在讲课的古老师看向他们 两位同学怎么迟到了 快回到座位上 叶青瑶像中了鞋似的 朝着位子走去 原来这是一个幻想 一直循环着祝小月生前的事情 江彻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限制 也跟着坐了下来 就当古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时 祝小月第一个举手回答 言语之间充满了暧昧 江彻终于明白 原来祝小月喜欢的人是古老师 同样也是双胞胎的亲生父亲 突然古老师嘴角一笑 同学们 我们班上好像有两位同学 不按规矩穿上校园 该怎么处理呢 江彻顿时感到不妙 下一秒 所有同学阴森森地看向他们 并朝他们哭了过来 突然叶青瑶融合鬼灵 冲破了空间 嘴咔咔几声 周围最近的鬼秘瞬间被消灭 两人本想快速解决这些鬼秘逃走 可这时古老师竟散发出 地级鬼秘的气息 江彻立马让小男跟自己融合 就在这时 叶青瑶突然从后面 刺穿了江彻的身体 江彻永迭了 说完就把他踢向了鬼群当中 然后静止朝门外跑去 眼看古老师逼近 就要结束游戏时 江彻突然拿出了一个发奖 原来这是从骨灰盒里开出的道具 竟然是属于祝小月的东西 见古老师愣住 江彻立马站起身开始呼应 其实师生恋很不道德 但祝小月是真的爱你 为了保护你的声誉 将名字划掉 自己反而承受了所有 而你真的要一直当缩头乌龟吗 跟我一起帮助他 说到这里 江彻突然想到这次的任务是一难平 如果古老师真的喜欢祝小月 他为什么会一难平 难道这是渣男父母 突然古老师露出圣人的微笑 自以为是的家伙 真以为自己看穿了一切 说完就朝江彻扑了馆 还是去死吧 与此同时 跑出来的叶青瑶本想喘口气 不料班主任却出现在眼前 原来你躲在这儿 这是一间诡异的教室 走进来的每个人都会死 因为里面全是吃人的鬼怪 江彻和叶青瑶误打误撞进入这里 却遭到一群诡秘的围攻 叶青瑶为了活命被刺江彻 独自逃跑 眼看古老师就要逼近结束游戏时 江彻突然拿出一个发卡 原来这是从骨灰盒里开出的道具 是属于祝小月的东西 江彻以为他会念及祝小月的感情放过自己 突然古老师露出圣人的微笑 真以为自己看穿了一切 还是去死吧 说完就朝江彻扑了过来 危机关头小蛮出手了 只用一脚就把地级鬼秘踢飞出去 这时下课铃声响起 古老师也随之消散 终归还是瞒不住了 此时江彻脑袋飞速旋转 难不成其中另有隐庭 需要再去祝小月那里看看 可等他来到就宿舍楼屎 却碰见了叶青瑶 原来他拥有一个替身娃娃 获得了一次复活机会 他看见江彻后开始解释 其实我刚才没想杀你 我知道你还有复活机会 最终线索就在这 我可以把奖励让领 只要你让我完成挑战 还没等他说完 江彻瞬间击穿了叶青瑶的胸口 你死了奖励还是我的 下辈子最好夹着尾巴做人 捉完就送叶青瑶上路 只要江彻放了自己 我就可以和你签订契约成为你的鬼 江彻想都没想 直接拿剪刀插了下去 因为叶青瑶为了和他契约 献计了班上13个同学 就当鬼灵死后 竟然爆出了一大堆装备 江彻顿时开心 像我这么帅的主角 只有刀才符合我的画风 就当他进入宿舍楼 见到祝小月时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 之前清纯可爱的样子 原来随着古老师的死去 祝小月也变成了另一种状态 这时江彻终于知道了真相 是男女之情 想尽一切办法 让自己怀上了古老师的孩子 可最终还是没能和他在一起 古老师之所以拒绝祝小月 就是因为他这种癫狂的处事方法 不惜一切代价 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说到这里 祝小月激动起来 我原本以为只要有了孩子 他就能多看我一眼 为了他的清白 我甚至亲手杀死了孩子 就当祝小月即将暴走时 江彻拿出了祝小月的发卡 虽然你诅咒了古老师 但他仍旧在偷偷保护你 他举办这次躲猫猫的活动 就是为了阻止我发现你的秘密 因为你是他引以为傲的学生 当祝小月触碰到发卡时 下一秒他就彻底解脱 化作蝴蝶消散了 这时系统弹出提示 完成挑战任务重口说惊 虽然挑战任务完成 但是祝小月的诅咒并没有解除 碎骨高效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 期末考试也在照常进行 但是江彻作为学渣 一看试卷就头疼 他从骨灰盒里拿出铅笔 心想蒙也能蒙对几道 当铅笔触碰到试卷时 他惊呆了 铅笔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 自动开始答题 这难道就是学霸答题的速度吗 这是一只神奇的铅笔 只要触碰到试卷就会自动答题 原来这是江彻从骨灰盒里开出的道具 不仅让他考了年纪低 还顺带完成了这次诡秘挑战的体现任务 获得了丰厚奖欲 罪恶面具 佩戴者会大幅度提升诡秘 并进入黑暗人格 但是进入此状态下的主人格 会被面具控制失去意识 神秘笔记本 只要在上面写下问题 答案就会自动出现 只能使用一次 江彻把笔记本送给了小男 说不定这个可以帮他找回脑袋 借过笔记本的小男顿时高兴起来 对江彻的好感度也有所抑制 当江彻退出挑战回到现实世界时 却碰见了王德发 原来学校遭遇了诡秘入侵 好在学生们及时躲避 周勇为了接应退出来的挑战者身受重杀 危急关头王德发战出来将鬼秘斩杀 之后江彻跟着周勇他们来到了服输 这里全都是从鬼秘挑战中生还的学生 当他们得知死亡名单里有叶青瑶是很是正经 并且向同一个挑战场景的江彻询问叶青瑶是怎么死 就在他不知道如何解释的时候 周勇打断他们 并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因为在鬼秘场景里的所有表现都会被记录在来 不过小男早就在叶青瑶身上感应到了类似记录器的东西 为了以防万一 他用精神力把江彻伪装了起 这才没有被周勇发现端倪 这次的鬼秘挑战中 除了江彻的个人评级是SSG以外 还有一个名叫诸葛也的同学也完成了挑战任务 获得了一级评分 就在他们分配奖励时 突然一个人踹门而入 竟然是叶青瑶的父亲叶长青 他得知女儿被人杀害 前来兴师问罪 只见他左手凝聚出一团血色能量 下一秒就幻化成血表向江彻他们戏剧 突然一只长矛将血手逼挺 原来是周勇的助手 叶长青 你干什么 你问我干什么 我当然是替我女儿报仇 摇摇被杀 凶手就在这些学生里面 这时周勇突然站出来说道 叶长青 你当我们鬼局是摆什么 在鬼秘挑战中生死有命 而且在现实世界杀人可是要蹲老子 这时叶长青脸上的凶狠逐渐退去 他也不敢正面和鬼局做 只能下次寻找合适的机会报仇 与此同时在学校外 江彻的姐姐正在焦急地等待 当他看见江彻时 悬着的心立马平静下来 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 让你别进去就是不听 突然诸葛也出现 表示自己是江彻的好兄弟 想去他们家里趁烦 江彻的姐姐思考了片刻 心想他难道是诸葛家的人吗 于是欣然答应 好啊 小彻还没有带朋友回过家 多一个人也挺热闹的 男人为了去同学家里蹭乏 不仅百般讨好他的姐姐 还把自己的皮套女友送给停学玩几天 但是江彻却认为他来家里的目的不准 果然在他的逼问下 诸葛也说出了真相 表示自己是来帮助江彻 因为他已经猜到 叶青瑶是被江彻所杀 既然自己能猜到 那叶长青也能想到 肯定会找机会给他女儿报仇 江彻听后没有搭理他 心想叶家人多势众 真的怀疑自己那也没有办法 这时门外响起江彻姐姐的声音 诸葛也立马抢在江彻前面 把姐姐手中的菜接了过去 成功得到了他的喜欢 让诸葛也在家里多住几天 到了第二天 两人出门买早餐时 诸葛也厚着脸皮 让江彻给自己付款 表示自己已经想到了 对付叶家的办法 听到这话江彻只能忍 给他也买了一份肉包和豆浆 但是后面诸葛也说出的办法 却是把江彻下了一条 竟然是直接把叶长青干的 你确定没跟我开玩笑吗 然而诸葛也却认真的说道 这个办法行不通的话 就只能考虑加入鬼局 因为像江彻这种 完成挑战任务的人才 不仅会获得大量资源 还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江彻知道一旦加入鬼局 就等于担负着保家卫国的责任 但是他并没有这种想法 自己进入鬼秘世界 就是为了有实力保护自己的家人而已 就在这时 叶家的保镖突然发现了他们 走过来表示家主叶长青 邀请他们跟自己走一趟 只见诸葛也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说跟你走就走吗 说不准你是想把我们卖了 见状保镖想要强行把他们带走 突然诸葛也朝天大喊一声 救命啊 光天化日有人强抢命运 没过一会路上就挤满了吃瓜群 就在保镖不知所措的时候 僵撤他们立马朝着鬼局的方向逃跑 两人以为到了鬼局就安全了 突然被一旁的声音吸引 原来是一个挑战者 不愿意加入鬼局就被踢了出 他大喊道 凭什么你们要强迫我加入鬼局 实在是欺人太甚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枪抱头 两人被吓得愣在原地 心想鬼局竟然还能随意杀人 这时周勇的助手红灵走过来 问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此时两人内心极其复杂 只能装作事来领取挑战奖励 到了办公室后 红灵将鬼界交给了他们 这是一种镶嵌着鬼石的戒指 可以自由进入鬼迷世界参加复古 但是由于他们来晚了 只剩下了一对情侣戒指 随后红灵从抽屉里 拿出一堆合同拍在桌上 你们把这些签了 从今以后就是我们鬼局的人了 两人瞬间吓出冷汗 到底是签还是不签了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想加入的组织 但是只要面试不合格 就会被当场抱头 因为鬼局从来不养闲人 江彻和诸葛也由于完成了鬼迷提案 被他们破格邀请加入 可他们并不想加入鬼局 因为这意味着要担负保家卫国的责任 但是如果直接拒绝 就会像刚才那人一样被枪毙 这时小蛮突然出现 因为他在那人身上察觉到了鼓励波动 显然这是一场提前准备好的圈套 想用这种方式迫使他们加入鬼局 就在这时周勇走了进来 让红灵不要吓唬他们 诸葛也看见他后立马抱起了大头 要是我不想加入 你们不会真的把我们杀了吗 不能让我女朋友手管呀 可这一招对周勇没用 他早就调查过江彻和诸葛也的家庭情谋 但是由于江彻坚持离开 周勇也没多说什么 将他们放了出来 可是还没走多久 江彻就感觉到周围有鬼秘的气息 而且还是他姐姐工作的方向 他心想难道叶家抓到了什么拔 开始对自己的家人动手 可当他来到姐姐工作的地方时 发现了却是一个小丑打扮的鬼秘 竟然是之前被通缉的无限恐惧 他把江彻的姐姐带到天台扔了下去 只听风的一声 姐姐就这样死在了江彻面前 他看见这一幕顿时愣在原地 突然小蛮出现让江彻集中精神力 因为这只是无限恐惧制造出来的幻景 但是诸葛也由于精神力过低 还沉浸其中 江彻只好友善地给他一个耳光 让他快点醒来 清醒后的诸葛也感到一丝害怕 因为无限恐惧的实力堪比C级鬼秘 让江彻无论如何都不要进去 等待鬼局的救援 可江彻这时什么都听不进去 只想赶快去救自己的姐姐 诸葛也拿他没办法 只能拿出一张福纸吃下 然后跟了进去 原来这是宁神福 可以抵挡鬼秘的精神攻击 但是当江彻进入大楼后 并没有发现鬼秘的踪迹 甚至连一个逃难的人都没有 就当诸葛也追进来 把宁神福交给江彻使 突然他们身后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竟然是江彻姐姐的同事 但是如今他已经变成了一具丧尸 男孩亲眼看见姐姐死在眼前 却无动于衷 因为这一切都是鬼秘制造出来的幻景 但是江彻进入大楼后 并没有发现鬼秘的踪迹 甚至连一个逃难的人都没有 就当诸葛也追进来 把驱鬼符咒交给江彻使 突然他们身后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竟然是江彻姐姐的同事 不过他已经成为鬼奴彻底失去了意识 江彻不忍心把他杀掉 只能一脸再度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姐姐 只有孙姐真心对待自己 但是在这里耽误的时间越久 姐姐的处境就越危险 想到这里江彻只能有空挥到 让他失去行动能力 不过小蛮提议让江彻立刻结束他的生命 因为一旦变成鬼奴就无法挥复 并且身体的痛觉也会被保存下来 只有刺穿心脏 才能让他在死亡的瞬间恢复理智 随着长电刺入心脏 孙姐身上的凶痕也逐渐退去 谢谢你小彻 你姐姐和其他人在影厅 快去救她 江彻担心姐姐跑出来后无人接应 于是让诸葛也留下 自己一个人去寻找 但是找了几个影厅都没有姐姐的风景 甚至也感觉不到鬼秘的气息 江彻突然明白 自从他们踏入这栋大楼时 就已经被鬼秘盯上 突然影厅的屏幕上出现无限恐惧的画面 小朋友你好 你是来看我表演的吗 那么先等我化个妆 说完就把头转了过去 等再次转过身时 却变成了江彻的样子 惊得他瞬间流出一身冷汗 这时小蛮出现让江彻集中精神力 因为这一切都是无限恐惧制造出来的幻想 而另一边由于江彻没有中招 无限恐惧觉得有些无聊 便走到一对母子面前 想把小孩做成人偶 女人听后下跪求饶 我来当你的人偶 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无限恐惧一脸邪笑 可算让你找到机会展示母案 说完抓起孩子扔到一边 当着他的面把女人做成人偶 既然有了表演嘉宾 那么节目的名字该叫什么呢 话还没说完 江彻就踹门而入 不如名字就叫如何把你的头塞进你去挖 无限恐惧看见他后拍手叫好 观众到场了 那么现在我们玩一个游戏 名字叫做电车被论 与此同时在大楼外里 鬼局害怕无限恐惧再次逃跑 在大楼外面布置了风吨箱 但是需要五分钟后才能产生空间镜子 在这段时间内 他们也不能进入大楼打算公式 此时周勇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江彻 因为他已经知道江彻是禁忌鬼灵的契约者 这是一场人性的对峙游戏 男人牺牲自己就能拯救所有人 相反把他们杀掉就会获得丰厚奖励 就在刚刚江彻成功找到了姐姐和被困人群 却被无限恐惧要求玩一个名叫电车被论的游戏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 影厅里突然出现一个身披抖的人 他表示从现在开始可以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自从鬼秘世界的出现 人类就被分为三六九等 而最上层的人被称为挑战者 可以优先享受所有资源 男人曾经也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 亲眼看见姐姐被三名所谓的挑战者领悟 父母跪地求饶却还是难逃一死 他联合无限恐惧想借此几乎 让所有人看清这些挑战者的真实罪名 无限恐惧可以通过人们对他的恐惧来提升利益 江彻并不是对手 不过他给了江彻两个选择 一是杀掉所有人 没有了恐惧加持 你就有了杀死我的机会 鬼局非但不会追究你的责任 还会给你一大笔奖励 第二个则是江彻牺牲自己换取所有人的幸福 此话一出 场下的人纷纷炸开了波 我们这么多人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看到眼前这一幕斗篷难一脸兴奋 果然都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蠢人 就在这时江彻的姐姐站了出来 大家不要中了他们的圈套 鬼局为了保护我们付出了多少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力量来自恐惧是吧 说完就拿出一把小刀 我不怕你们 你就算把我杀了也别想用我威胁小彻 你们给的这两个选择 我和弟弟一个都不会选 果然江彻也拒绝了选择 果断和小蛮融合提升实力 不好意思 我的选择是用这把剑刺穿你的马 而另一边鬼局的队长想去救命 却被另外一个斗篷人拦住 原来男人来自光明会 曾经是队长的战役 他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让队长看清人性的仇 邀请他加入光明会 可队长对他们所谓的光明并不感兴趣 剑拉拢不长 斗篷难转一话题 我想看看如果江彻杀了那些普通人 你们鬼局会不会包庇 还是说你们鬼局会为了补充 放弃一个契约的禁忌鬼灵的好桃子 听到这话队长瞬间爆了 你和鬼局的恩怨 为什么要强加给一个孩子 和斗篷难却十分淡定 多说无意 就让我们亲眼看看 而另一边经过了两分半的战斗后 无限恐惧已经被江彻砍掉了一只手臂 江彻同样也变成灵伤 虽然小蛮的实力寂寞 但是江彻能够接受的力量已经达到极限 任何提升鬼力的方式都有灵界 可下一秒他就惊呆了 无限恐惧的手臂居然再次展出 不过江彻并没有放弃 让小蛮把提供的鬼力增加到最大 就在他准备再次冲冲时 诸葛也突然出现在身后 扔出一个暗器 只见一只鞋子砸在了无限恐惧的脸上 江彻顿时傻眼 你管这个叫暗器 男人只是扔出一只鞋子 就消灭了实力强悍的地级鬼力 原来这是一种高级境遇 发生碰撞的瞬间 可以释放出克制鬼力的火焰 江彻怕无限恐惧死得不够彻底 又拿剑扑刺一声捅进了他的菊花 痛得他欲哭无泪 直接瘫倒在地上 你这个禽兽 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哪有正常人拿武器捅别人屁股 说完就捂着屁股站起身来 我不服 我一定要让你也体会一下这种滋味 但是话音刚落 诸葛也就从后面偷袭 用短剑重复了江彻的操作 此时无限恐惧内心崩溃 感觉菊花碎落一地 你们两个火焰王 到底谁才是反派 不等他说完 在医院昏迷了一段时间 鬼局的队长亲自来看我 由于你这次的表现优异 我们鬼局决定给予你现金奖励 听到有钱 江彻立马狂捶胸口演戏 为了解决无限恐惧 老夫耗尽了80年修为 你们必须拿出100万作为补偿 多了不说少了不要 但是队长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奖金 只能尽量帮他多申请一些 说完奖励的事情 他又给江彻普及了一下光明会 他的存在是为了扰乱社会秩序 这次无限恐惧的入侵 跟他们脱不了关系 而光明会这次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得到江彻体内的竞技鬼局 但是他们已经见识到了江彻的厉害 只能寻找其他办法 江彻的姐姐就是他的软肋 因此鬼局已经派人暗中保护了 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 你们保护我姐姐是为了让我加入鬼局吗 队长直接否定 加入鬼局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都想加入 但是经过层层筛选留下来的人少之又少 最终加入鬼局的人会获得一种特殊境 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家人 正好明天有一场 针对鬼局资格选拔的鬼秘挑战 有兴趣的话可以填一下报名表 等几人走后江彻思考的片刻 最终为了保护姐姐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不过这次的鬼秘挑战不再以学校为单位 所以各种法外狂徒都有可能参与其中 为了匹配到同一个场景 诸葛也按照红林说的几贴江彻 他们的挑战任务是前往市领村 寻找失踪的村长 这是一个挑战者站了出来 他表示自己之前做过类似挑战的模拟训练 听到这话众人纷纷上前合作 我说二十万带我完成主线任务就行 放心吧各位 我江子昊一定会竭尽所能带大家完成挑战 江彻听到别人在自己面前装逼有些不熟 不就是熟练任务流程吗 我这可是有一个外广 随即向小蛮询问市领村的背景资料 下一秒就尴尬了 小蛮根本没有听说过这种穷乡僻扰的地方 这时江彻想起之前给小蛮的笔记本 问他找到自己脑袋的下落没有 但是小蛮操作失误 只得到了脑袋不在鬼秘世界的这个人 那就证明脑袋在现实世界 想到这里他不禁流出冷汗 难道鬼秘世界真的和现实一样真实存在吗 这是一个受到诅咒的村子 里面的村民死后都会变成鸭子 最后成为眼前这个小孩的玩具 江彻和诸葛也参加鬼秘挑战被传送到这里 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群也在其中 有一个人自称参加过类似挑战的模拟训练 但是才走一回他们就遇上了分叉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走右边 在他的一阵忽悠下 谁也说不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看着江彻离开诸葛也也追了过去 走了许久之后两人来到一个挂满丝绸的地方 小彻子怎么突然变天了 你不会走错路了吧 听到这话江彻很是无语 你傻吗 这里可是鬼秘世界 变天有什么大惊小怪子 反正我有挂 跟我走准没错 待两人穿过这条丝绸小路后 终于找到了这次挑战任务的地点 施灵村 当他们准备进村时 却听见一旁传来小孩的声音 原来是一个孩童在河里抓鸭子 这时系统弹出提示 获得支线任务 帮助狗蛋抓到鸭子 奖励会立刻发放 小弟弟 我们帮你抓鸭子 需要抓几只 听到只需要一只时 江彻有些疑惑 便询问小孩的家人为什么不帮他抓 小孩听后笑嘻嘻地说道 因为他们都死了 而且死得老惨了 江彻听见后冒出冷汗 这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真是孝顺 当来到抓鸭子的池塘时 江彻顿时呆住 因为眼前的鸭子体型十分巨大 看见这个身材 两人开始互相谦让 正在两人决定谁去的时候 小孩突然一把将他们推了下去 真是见鬼了 这里的小孩力气都这么大 为了任务奖励 江彻还是鼓起勇气 把鸭子抓了起来 一把递给了小孩 谢谢大哥哥 完成支线任务抓鸭子 获得奖励防风打火机 可以点亮一切黑暗 我的影子会照亮整个村子 当两人准备离开时 小孩却突然不见人影 这时小蛮出来提醒江彻 那只鸭子有博人的气息 难道在副本死掉的玩家 会直接变成鸭子 来不及多想 两人还是决定先进村 完成主线任务要紧 当他们走后 小孩突然又出现在身后 只见那只鸭子已经被杀掉 今天村里又来了好多鸭子 两人进入村子后 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诸葛也找了半天 终于在一口井里面发现了动静 原来是一只鬼秘在里面装饰弄鸭子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不搞个真子在里头都吓不到 但是话音刚落 就被头发丝缠住 一把拽了下去 彻跌救命呀 这是一个诡异的村子 到了晚上 所有人都争着跑进房间 只要晚一步 就会被窗外的鬼怪吃掉 江彻和诸葛也误打误撞进入这里 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诸葛也找了半天 终于在一口水井里面发现了动静 只见一颗脑袋漂浮在水面上 嘴里似乎还念叨着什么 正当两人感到好奇的时候 突然从井里伸出头发 四把诸葛也缠住戴了下去 好在江彻及时拔剑将发丝斩断 这才救了诸葛也一命 好险 差点就达了 这时水井上空浮现出一团红色蚊子 水井里的女孩 因为发现了村长的秘密 被丢了进去 永远困在了里面 居然是一个关键NPC 小蛮感应到他只不过是一击鬼 于是江彻当着诸葛也的面 直接跳了下去 当他抵达最深处时 发现井里居然十分宽敞 就在这时那只鬼秘 从水里冒了出来 第一次看见有人主动跳下来送死 说完就操作头发 四把江彻捆了起 可他的鬼力远远不敌江彻 对他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只见他嘴角露出邪笑 随即砰的一下 正开了束缚 接下来该玩 过了两分半后 江彻从水井里爬了出来 还没等他们喘口气 村子就发出警报声 黑暗将至 没有人能在黑暗中存活下去 请快速躲进房屋 可是诸葛也用出吃奶的镜 也没办法将门打开 要不我们把墙砸了吧 反正也没说要进入封闭的房子 江彻果断拒绝 砸墙多不礼貌呀 随即从兜里拿出一把钥匙 原来这是从刚才那只鬼蜜身上 获得的道具 当他们进入房间后 却听到门外传来江彻的声音 赶紧给我把门打开 我真不是故意的车哥 我这就给你开门 可下一秒他就意识到 自己身后还有一个江彻 可是我怎么知道 他们哪个是真的 你傻呀 你的鞋子不是可以攻击鬼蜜吗 拿出来试试不就行了 那只鞋子只是障眼法 真正对鬼蜜造成伤害的是这个态度 原来这是他的高级镜女 只对鬼蜜起作用 剑没有爆炸 诸葛也才放下心来 但是江彻事宜他立马把东西收起来 因为镜物散发的光芒 将外面的鬼怪都隐患 见状诸葛也立马把东西收起 等到了白天 江彻和诸葛也才敢从房子里出来 但是令他们惊讶的是 村里居然凭空出现了很多村民 两人顿时流出冷汗 该不会他们就是晚上的鬼怪了 年近半百的老头 家中却藏着一位美艳娇妻 经常邀请年轻男人去家中 帮女人排忧解难 不是老头提不动裤子 而是因为他的妻子是吃人的恶物 就在刚刚江彻和诸葛也被一群热心的村民为重 想邀请他们去自己家中做客 江彻见他们如此热情只好答应 便提出举办一个厨艺比赛 谁家好吃就去哪家 村民听后纷纷同意了这个意见 可这时却有个人出来反对 大家不要被他带偏了 别忘了我们的目的 干脆就在这里把这两人分了 见状诸葛也想拿出镜物把他们秒了 却被江彻拦住 把这些鬼秘都杀了 那咱们的线索找谁啊 说完一脚踢中了那只鬼秘的要害 听说过脚踢出头鸟吗 我本来不想大开杀箭 但是你好不懂事 随着拳头落下 鲜血顿时飞溅一地 江彻也在这群鬼秘面前树立了威胁 就在这时一个老头急忙过来制止 原来他是这里的副村长 请客人吃饭是村里的媳妇 江彻心想村长的失踪肯定和他有关 跟着他回家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些限制 等到了老头的住处后 一个女人早已经在门口等过多时 原来女人是副村长的老婆 名叫狐妹 她一看见江彻就忍不住上前亲近 我们先去客房休息 晚上姐姐给你做好吃的 说完几人来到客房 你们是那糟老头子的客人 所以什么条件我都满足你 听到这话 诸葛也顿时来了兴致 那个也可以吗 狐妹不但没有反感 还一脸俏皮地表示真的什么都满足 可话音刚落 就被江彻趴的一下关在门外 你压得真是色胆高天 连鬼秘都不放过 就在两人打闹的时候 黑暗突然降临 房间里的墙壁随之变成了烧焦的样子 眼看就要烧过来 诸葛也立马拿出镜物防身 竟真的阻止了火势的蔓年 可是没等两人松口气 门外就传来救命声 居然是狐妹的声音 别杀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两人想出去赢 就却被小蛮拦住 因为外面的东西十分厉害 等过了一会声音突然停止 随之而来的则是开门声 两位客人晚饭做好了 跟我下楼吃饭吧 看见眼前这一幕几人 顿时流出冷汗 只能乖乖下楼吃饭 女人被剑刺入胸口 不但没有感到疼痛 反而露出一脸享受的表情 原来女人常年缺少关爱 内心早已变得扭曲 就在当当狐妹上楼 喊姜彻两人吃饭 看见眼前这一幕几人有些犹豫 可这是系统弹出提示 请不要尝试违反村里好客的媳妇 他们只好乖乖下楼吃饭 可是看着被烧焦的饭菜 实在无法入口 快坐下吃饭吧 不然一会就凉了 见状姜彻想要敷衍过去 称自己喜欢吃凉菜 这些就让诸葛也替我解决吧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狐妹居然也准备了一盘凉菜 还不快坐下 你们难道不想吃吗 不等两人回答 狐妹就立马哭了上来 姜彻索性死马当火马医 将打火机拿了出来 果然他看见火就被吓得立马后退 这就和一个被狗咬过的 看见狗还会害怕是一个道理 正因为狐妹是葬身火海 所以他才会对火焰充满忌妒 而一旁的副村长就更好解决了 姜彻本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关键限制 可是老头一问三不知 不说的话 我就用这把剑让你通畅一下 随着一阵惨叫声过后 黑暗逐渐退去 房间也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登徒子你想干嘛 我可是有家事的人 而另一边姜彻 并没有在老头身上找到任何限制 此时的他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并不记得 只感觉屁股隐隐作痛 两位快来坐下 我们准备吃饭了 吃了晚饭回到房间后 狐妹挽着姜彻的手臂 我就住你们隔壁 晚上老头睡得死 你懂的 可话音刚落就被姜彻关在了门外 晚上记得来找我哟 给你们吃好吃的 到了晚上姜彻被狐妹发出的声音吵起 便叫上诸葛也一同去隔壁看看情况 只见狐妹缓缓退去上衣 人家害羞 你们一个一个来哦 见状诸葛也迫不及待地进入房间 那就让我来打头阵 姜彻有些不好意思便退了出去 可是过了两分半后 门内却传来救命声 爸爸救我 妖怪有什么事冲我来 羞伤我 只见眼前两人摆出一副奇怪的姿势 撤爹 这女人打我 此时狐妹已经完全鬼化 实力接近地基鬼秘 今晚你们不能让我满意的话 都得死 诸葛也连忙躲在姜彻身后 我一脱裤子 她就变成这样 这是一团血色文字浮现在姜彻眼前 因为父村长的无能 狐妹得不到关爱 长久以往她的内心变得离去 只有疼痛带来的刺激 才能让她内心得到能力 剑撞姜彻拿出长剑 这就让你舒服 说完直接插进了狐妹的胸口 可是并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系统在言我 就在这时狐妹一把抓住姜彻的手 并且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 愣着干嘛 继续不要停 紧接着姜彻奖励了她几个耳光 就是这样 我还要 就这样两人熬战了一个晚上 而此时的狐妹已经醉鲜欲死 姜彻赶忙向她打听村长的消息 看在你活挺好的份上 人家就告诉你 村长去了后山 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追更的宝子可以点击左下角 下载八大浪话 观看更多精彩剧情 这是一个诡异的乱葬 一到晚上里面的尸体 就会活过来吃人 男人为了不被吃掉 居然穿上了女装 就在刚刚江彻在狐妹身上 找到了村长的线索 可当他们第二天 准备出发去后山时 却遇到了姜子浩 我很高兴你们还活着 要不要考虑一起合作 连个笑容都没有 还说很高兴 要不给爷笑一个 听到这话 姜子浩尴尬一笑 在下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话音刚落两人 又开始唱起了双 你自己都说不成熟 那还是不听了吧 浩哥好心邀请你们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就在双方吵起来的时候 小蛮出现了 是一江彻小心姜子浩 因为他身上有鲜血的气息 大家不要吵了 既然两位小兄弟不肯活着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得到了一个线索 村长失踪前去过后山 你们要一起去看看 听到这话 两人不淡定 他怎么知道线索 肯定是在门外偷听 不要脸 夏刘 是不是还偷看过武汉裤衩 最后两人还是选择 跟随大部队一起进入后山 才走一会 诸葛也就累得气场吁吁 便提出了一个 充满智慧的主意 要是村长真的在后山 那我们就不要上山了 索性放一把火 让村长自己跑出来 听到这话 江子浩被吓出了 他可不想年纪轻轻 就采红刃机 大家不要慌 他们应该只是口骇 再说了 他们也没有点火的工具 可下一秒江彻就掏出打火机 等他们都上去了 我们在烧 我们可是都听见了 再说你哪来的打火机 万一村长被烧死了怎么办 见他们把打火机收起后 几人又继续赶路 可没走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一个 遍地尸体的地方 恭喜玩家解锁隐藏地点 乱葬岛 与此同时系统发出警报声 黑暗即将降临 可现在他们并没有 可以躲避的房子 于是江子浩拿出火柴 生了一把火 只要我们围在火边就安全了 可江彻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村子里的那些人 是被烧死 所以才泡 而眼前的这些鬼秘 可不是死云 像是被掏空了内脏而死 就在这时一个女生 发现了不对劲 这些鬼秘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 但是江子浩却让大家不要退 只要靠近火堆就没事 可话音刚落 鬼秘就被他们发起了攻击 快跑 他们根本不怕 这时江子浩露出了真实面 再多死一笔 这样就没人和我平分奖励 话音刚落一把长剑 就从身边划过 将身后的鬼秘机 收起你的小心思 还不帮忙的话 别逼我把你当鬼秘一块砍 居然猜到了我在想什么 还帮我挡下攻击 难道是对我有意思 见死的人差不多了 江子浩这才拿出武器 还能顺便在那女人面前 展示自己的凶风 这时诸葛也掏出镜 这种装逼的时候 怎么少得了我 于是将珠子扔向空中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不要钱的特效 下一秒耀眼的白光 在空中站起 周围几十只鬼秘的身上 都燃起了蓝色火焰 当诸葛也兴奋的时候 江澈却打断了他 你这个操作确实很帅 但是扔出去的珠子 怎么捡回来 闻言诸葛也有些尴尬 要不我现在学一个 飞来做事实 见他们都在装逼 江澈也按耐不住 今天给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神情 而另一边苏小景 在斩杀了重锅鬼秘后 体力有些跟不上 见他们没完没了 苏小景只好提前暴露实力 使用鬼力释放了自己的大招 瞬间将数十只鬼秘 砍成了碎片 虽然自己有能力对付他们 但是其他人根本没有战斗 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挑战资格 就在这时 他将视线看向江澈了 只见他穿上血色护工夫 还和一旁的鬼秘聊起天来 诸葛也为了不被认错 只好端到了他的当下 原来这就是他说的神奇 穿上后可以伪装成鬼秘 很快黑暗退去 鬼秘也随之消失 澈哥 你这衣服这么厉害 改天借我试试 就在江澈穿衣服的时候 却发现身边的鬼秘 尸体上留有一张纸 这个村子的老人为了报复 将外来人诱骗到家中吃饭 然后把他们的内脏挖出贩卖 最后抛弃在后山 江澈却在这里的尸体身上 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的居然是 各个部位对应的贩卖价格 看到这里江澈逐渐明白了 村长失踪的原因 可当他将纸条收起来时 却被一旁的胖子发现 这位兄弟 为了提高大家的生存率 我们应该共享线索 可是道德绑架这招 对江澈没有 见被拒绝 胖子立马拿出武器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听到这话 江澈同样拿出武器 上一个对我这么说话的人 坟头草已经两米半了 原来这是小蛮 把江澈的两件装备 融合得到的新武器 地级禁物碎骨刀 可以提高使用者的所有属性 胖子几人看见后立马变死 我突然想到 还有一些事情要办 等他们逃跑后 苏小景过来和江澈打起了招呼 他想和江澈交换线索 为了表示诚意 苏小景率先开口 今早我经过一栋房子 听到里面有小孩子的声音 就是你们刚来村子 逃进去的那一栋 可是江澈把纸桃交给苏小景后 他又跟了过来 原来另有目的 因为那栋房子他进不去 这才告诉江澈线索 想跟他们一起进入房间 蹭任务进去 我可以给你50万 只要你带我进去 上一个开天价 找我买线索的人 已经被我杀了 说完趴的一下关门 将苏小景关在了门外 这时他的鬼灵出现 幸好刚才没有洞夫 不然就交代在这里了 原来他能感觉到 江澈体内的鬼灵十分强大 为了交换进入房间的资责 苏小景赶忙去收集更多的线索 可另一边江澈两人进入房间后 却听见厕所传来水声 居然是一个小孩 从马桶里爬了出来 吓得他们直接愣在原地 你们别光看点 还不赶紧拉我一把 两人考虑了片刻 最后脏活累活 还是留给了诸葛以 谢谢你们了 你们能进来 应该是周一介绍过来的吧 江澈听后愣了一下 对的 就是周一让我们来陪你们玩的 原来最开始在井底的 那只鬼秘就是周一 既然这样 那我们放心了 说完几个小孩突然变脸 那么现在就开始和我们玩游戏了 小孩从马桶里爬出来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邀请别人玩一场剧本杀 但是江澈接过剧本后 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放心吧 你们的角色很简单 不需要任何台词 很快游戏开始 只见两个小孩饰演一对夫妻 并且发生了争吵 江澈和诸葛也则扮演他们的子女 坐在一旁看戏 故一会争吵就越发激烈 不想过就别过了 这可是你说的 也后悔 说完母亲转身朝着厨房走去 野狗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好像是煤气的味道 可话还没说完 一阵强烈的爆炸就突如其来 原来是母亲受不了的屈辱 点燃了煤气 这年头剧本杀都这么敬业的吗 说炸就炸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声音 刚才你家动静怎么这么暗 父亲赶忙将两人推进房间 自己留下来解释 难道是剧本杀的关键人物 只见村长的扮演者走了进来 在父亲的解释下 他了解了事情的全部过程 并且表示可以安排父亲 去城里避避风筒 孩子交由他来照顾 那感情太好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你 可话音刚落 一根针管就从身后扎入了体内 原来是另一个扮演者出现了 想报答的话 现在就可以 我靠 反派角色终于现身了 随后两人将父亲抬进了手术室 这次的还行吧 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见医生点头肯定 村长便想让他提高一下 今年的收购价格 医生看着手中的瓶子说道 没问题 新的价格表我带来了 随后两人将尸体扔到了后山 这是新的价格单 可村长接过纸条 却发现和之前的价格一样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拿错了 说话间医生从包里拿出一把医生 然后猛的一挥 直接把村长的脑袋看下 这一举动把看戏的两人吓得不轻 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剧本杀 照这样看 乱葬岗的那具无头男尸就是村长 可当时并没有出现完成任务的提示 看来光找到部分尸体还不够 就在江彻思考如何找脑袋的线索时 村里突然响起警报 预示着黑暗即将来临 下一秒周围的一切都恢复了原状 村长的扮演者也把脑袋安了回去 谢谢你们陪我们玩游戏 但是天要黑了 我们必须回去 不等江彻挽留 几人就扑通一下跳进了马桶 看来还要靠自己去寻找脑袋的线索 待黑暗退去后 两人才敢走出房间 却不想苏小景早已等候多时 他表示可以带江彻和诸葛也完成主线任务 但前提是任务完成后 两人要协助他一起完成挑战任务 原来苏小景是天卷者 所谓天卷者就是面对海量的挑战场景 却精确地来到了自己最擅长 且实战模拟过的父母 之前我听说过市领村 这里的村长被杀 我们在乱葬岗遇到的只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想要完成任务就必须找到脑袋 而脑袋就在村长的家里 但是当他们准备出发时 苏小景却感应到了鬼秘的气息 居然是黄泉医院的孙小小 这个村子的老人靠贩卖器官为生 定期都会有医生上门收购 可这次来的人居然是非生已久的护士长 孙小小 你怎么会在这里 原来他并没有死 只是善念和恶念融合在了一起 最终形成了真实的自己 他这次来是为了调查市领村的事情 原来黄泉医院重新营业 市领村一直为他们提供器官 可最近却停止公益 院长这才派他过来探查 反倒是你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文言江彻有些慌张 表示自己只是来旅游的 没想到他竟真的信了 也是 听说明天有一场同庙祭祀 会很热闹 市领村举办的活动吗 看来他比我们更了解这 为了感谢之前江彻的救赎 孙小小也透露了一些线索 原来副村长还有一个儿子 擅长医术 摘取器官的事情都是他来负责 在找出村长的脑袋后 两人便就此分开 你们认识 他有给你透露一些线索吗 没说什么 还是拿上脑袋去乱葬岗完成任务 可当他们准备出发时 却被江子浩等人拦住 没想到被你们杰族先登了 大家好歹相识一场 不如一起完成主线任务如何 可苏小景直接拒绝 因为任务完成人数过多会影响平分 那么挑战任务奖励也会受到影响 见状江子浩恼羞成功 看来只能动手 可是当他拿出武器的同时 苏小景一个快速的拔刀斩 直接将他的脑袋砍下 带长刀入窍后 两个小弟才反应过来 一旁的江彻顿时惊讶 怀疑他使用了鬼灵的力量 这时小蛮出来解释 虽然他拥有鬼灵 但是刚才那一击 却是他自身爆发出来的力量 想必是受过特殊的专业训练 苏小景本想让他们自己退出停战 可胖子却作死 声称要把杀人的事情告诉鬼主 明白了 那你们今天谁都别想走 说完绕过帽子哥 朝胖子快速挥出一刀 等他反应过来时 胖子的脑袋已经被分成两半 吓得帽子哥赶忙打开系统界面 想要退出 可还没按下退出键 就被砍掉了脑袋 这女人难道有什么特殊癖好 随后几人来到乱葬岗 将脑袋放到村长的尸体上 恭喜完成主线任务 失踪的村长 按照约定我带你们完成了主线任务 现在可以告诉我那间屋子里的线索 江澈深知苏小景的厉害 要是说出线索 他和诸葛也连口汤都喝不了 有一说一 我并不相信 我也信不过你 要不是我的鬼灵打不过你的鬼灵 你根本不可能站在这里和我说话 知道我的鬼灵很厉害吗 那我完全可以自己完成挑战任务 就在这时小蛮出现让江澈不要吹牛 因为飞岸降临后 他的力量被压制 我刚装完逼拒绝合作 现在扭头又答应 岂不是没有排面 这时同为装逼仔的诸葛也看出了他的难处 我觉得合作的事情还可以再仔细谈谈 好儿子 这台阶给的真及时 可苏小景却反驳道 我想你们是误会了 完成挑战任务你我二人足以 这个白毛只会是个雷坠 唯一的作用就是瓜分奖励 说完苏小景拔出长刀 是你让他自己退出 还是我送他一程 小孩只是想要一颗足球 却被男人当场扭断了脖子 并将脑袋当作足球还给了小孩 因为这是人球合一的最高境界 就在刚当江澈几人 在完成主线任务后出现了分歧 苏小景认为诸葛也在 接下来的挑战任务中只会试个雷坠 于是出手想帮他退出挑战 见状诸葛也同样拿出武器 正当两人交手的时候 江澈站了出来 他是我的伙伴 你要合作就必须三个人一起 见他态度如此坚定 苏小景只能答应下来 并且分享了任务线索 村民似乎惧怕后山童庙的鬼孩子 因此会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只要解决了他们 就能解开市领村的诅咒 共享完线索后 几人决定晚上在童庙集合 很快黑暗降临 江澈和诸葛也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在确认没有危险后 才敢从房间出来 可两人刚走几步就遇上了一个孩子 大哥哥 你们这么晚出来是陪我踢足球的吗 说完丢下了手中的人头 我的球太久了 大哥哥的球好帅可以借我玩吗 文言江澈走到小孩面前 你听过人球合一吗 说完猛了一下将他的脖子拟断 并且将脑袋递到了小孩手中 你看你的头就是你的球 此乃踢球的最高境界人球合一 文言小孩顿时醒悟 感谢江澈之后便开心离开了 随后两人来到约定地 可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红发女孩 原来这才是苏小景的真实模样 提前暴露就是为自己之前的不当言论表示歉意 正当几人准备寻找线索时 面前的童妙镜突然燃起溜 只见从里面走出来几个孩子 一边哭泣一边想念着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只有一个人好害怕 不要害怕 你还有我们 随后所有小孩抱成一团 下一秒他们的身体随着哭泣声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江澈顿时惊讶这是什么操作 原来鬼秘的种类有很多 这些小孩原本只是怨灵 却因为某种力量的影响发生了融合 所以实力极其不稳定 不等几人做好战斗准备 怪物就率先发动了攻击 江澈和苏小景跳向空中轻松躲开 诸葛也却被震飞出去 在躲避的同时 两人也拿出了武器 然后合力将怪物的影响出手砍过了 几十个小孩顿时发出惨叫 可令江澈惊讶的是 原本被砍掉的触手竟再次找出 我来帮你 这怪物有C级的力量 还带有精神攻击 说完小蛮就附身在了江澈身上 整个人也多出了一种柔美的气质 见江澈如此 苏小景也动用了鬼灵的力量 两人顿时火力全开 朝着怪物就是一顿输出 与此同时 诸葛也却被吓得无法动态 这么可怕的怪物 我会死吗 下一秒 他内心所有对自己不认可的思想 都涌现了出来 连家族都不认可我 我就是一个没人要的野主 而这时两人还在奋战 虽然现在的他们可以轻易重伤怪物 怎奈他的再生速度惊人 双拳难敌四手的两人 很快落入下风 这时江澈抓准时机 朝着怪物的脑袋批出一包 果然这东西的弱点 就是这些人 只见他们的身体组织开始腐败 恢复速度也变慢许多 就在江澈将弱点告诉苏小锦的时候 突然怪物一个巴掌拍在脸上 将他击飞了出去 这东西没听过打人不打脸吗 真不讲武德呀 就当苏小锦冲上前继续战斗时 江澈眼前突然弹出一团血色蚊子 我们是一体的 只要团结起来 就没人可以伤害我们 所以要一次性把这些鬼脸全部砍碎吗 想要攻击鬼脸 就必须先解决这些触手 但是这怪物的再生速度太快 光靠江澈和苏小锦两人根本无法做到 就在这时江澈突然想到了诸葛也 他的近物可是范围伤害 简直是这怪物的克星 野狗你坐在角落发什么呆 我们都快要团灭了 这时小男让江澈别喊了 因为诸葛也受到了精神攻击 只能靠他自身的意志才能挣脱出来 就在这时怪物突然摆脱苏小锦的纠缠 转头朝着诸葛也扑去 江澈赶忙让他躲避 可这时的诸葛也已经麻木 我这是要死了吗 这些孩子的脸疯狂 争鸣 委屈 绝望 悲伤 和自己当初害死母亲时的表情一样 什么都做不了 我又一次拖累了别人 或许我早就该死了吧